市場上佔有一些 所以我前面要請我們大朋友 跟你們講 但是這水盤要有些大部分 希望你們在進入中國 進入中國進入市場 一定可能落後 才會講到 我們瑞典企業家協會 也盡我們最大的力量推動 中瑞兩國在這方面加強合作 為瑞典兵求發展 以合作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也衷心地讓瑞典來自整個歐洲 感受我們中國的文化與年量 我們願意為瑞典與中國之間的 體日人文交流牽線搭橋 搭好橋做好服務 今天真誠地歡迎你們的到來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有請中國瑞典大使館大使 我們希望瑞典的高度順時 那麼希望瑞典朋友們抓住今天 這樣一個千載難奮的機會 與中方積極開展 包括冰球戰略的冰險運動合作 和高層次的人文交流 共同為中瑞關係的發展 為雙方冰險運動的合作 為推廣國際奧利迪克運動 為促進世界體育事業做出貢獻 下面讓我們有請郭博先生上台致詞 我認為 傳播冰球 發展冰球 是非常重要的 為 their father's coming to see nothing but somehow his fault and she not don't understand the story of the Indian sport 所以 they can be that little girl 我想再也沒有比中國 更重要的合作夥伴 這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瑞典的冰球 已經有經過了近一百年的發展 對方深以自己的冰球 這個運動員培訓問題之為自豪 我想在這個層面 我們也會和中方合作 期待著跟大家成為好朋友 我們期待著大家合作 開始了解 市委員會委員 中國國際化傳播中心 執行主席 龍宇祥先生上台致詞 我們西晋天董事局高度重視 2022年中央奧利 我們現在也是進行準備 必戰東奧會 我們18年將要在中國 建立20個冰球舉動 我們將會為你們提供 在中國的有利的保障 在平等的基礎上 我們會優先選擇我們的瑞典 相信通過這次的交流 我們也期待瑞典冰球協會 盡快到中國進行友好訪問 我們需要關注的 我們需要關注的 我們還要正確的 牽涉 以及耳筋 在後面跟著 很忙碌 很忙碌 大腦 我們會選擇 你自己去中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